碧海藍天 接近沙灘 对许多人来说 马达加斯加似乎是个热带天堂 隔绝于非洲大陆的各项纷争冲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低迷的经济状况 让世界注意到马达加斯加 政治动乱导致前总统在2009年下台 历经动荡 新任总统终于在今年年初选出 强调要改善国家经济 但是来到马达加斯加的首都 安塔纳纳利弗 居民对于状况是否真的可以好转 并不乐观 根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 所做的跨国比较报告 75%的马达加斯加人口 是贫穷人口 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新选出的政府立下目标 说要促进经济成长 希望到2015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达到7% 并且要创造50万个工作机会 要达到目标 就必须仰赖外资 虽然现在原本反对新政权的其他友邦 愿意进一步与马达加斯加 发展正常化的国际关系 而新的经济政策 也白纸黑字地通过政要施行 但是对金融分析师而言 这个国家还在从政治危机中复原 要在短时间内 就想要大幅发展经济 不太可能 你不必说全这些地方 但这些人留下几个弹幕 再次一步 如果你睦着 战比特大影韩 中文化 总监生 应该不可能 日本国家对明ส谈论 和国民地上 明显到国民地上 优等这些国家 这番出发明是 政府的经济 也该能任何处理 所赢给搬出的投资 依照這位金融分析師的說法 在與國際投資者協商的時候 必須要全盤考量所有的條件 以及國家的利益 馬達加斯加主要的貿易夥伴 有法國 美國和中國 但實際上 這個國家非常仰賴 歐盟和國際組織的精源 為了要讓國際投資者驚豔 馬達加斯加政府 還特別舉辦了一場 礦產和燃油的展覽 這次歷經政治危機以來 第一次有類似活動的舉辦 馬達加斯加的石油和天然氣產業 仍然在起步階段 希望可以吸引新的投資者 你必須知道我們仍然要輸入油 但現在我們可以減少我們的輸入 許多的價格和燃料都用了這個油 所以我們要開始投資 馬達加斯加的石油公司 一直在國家境內探勘測試 最近終於在莫洪達瓦盆地區域 發現了含量豐沛的油田 馬達加斯加其實擁有很大的礦產開發潛力 像是鐵礦 銅礦的出口 也可以大規模地提高國家收入 根據今日非洲的報導 去年馬達加斯加的礦業部門 大約是GDP的0.6% 創造了10萬到50萬個工作機會 雖然政府對經濟發展表示樂觀 但是對一個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3%的國家而言 金融分析師並不認為政府的政策可以在短短期間就可以見到成效 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考量就是貨幣的穩定性 一位馬達加斯加的國會議員 雖然支持政府的政策 卻對政府的執行力心存懷疑 無論政府的新經濟計劃可否成功 都要等時間來解答 不過至少可以肯定 馬達加斯加新政府積極採取不同行動 至少開創了不同以往的新旗下 記者Duki Sopali 編譯